吉隆坡警察總部4人確診 欢迎大家收看3月18号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斌燕 马上为您整理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 大马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新增117宗 累积790宗 国内新闻 营业餐馆被警方罚款 警官政府已经声明 行动管制期间 餐厅和巴萨都不准营业 但还是有部分民众不听指示 警方只好向前罚款 根据吉隆坡市政局的通告 只有室内餐馆可以营业 大马第二死者下葬 家人只许远关 国内第二名新冠肺炎的死者已经入葬 家人远距离观看 他曾出席大城堡清真寺 伊斯兰传教室万人大集会 雪兰河绿水站宣布关闭 雪兰河水再遭污染 致使4个绿水站被迫紧急关闭 更多最新消息请浏览islingo.com查询 卫生部呼吁网红协助 卫生部官方推特转发贴文 呼吁网红拍摄新冠肺炎 请绝运动的视频 PTPN贷款延迟偿还 高等教育部长诺莱尼宣布 PTPN的所有借贷者 可延迟偿还长达3个月 吉隆坡警察总部4人确诊 根据新周日报的独家新闻 吉隆坡警察总部4警察确诊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Dino 是的 谢谢兵业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关心 2020年3月18号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 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总确诊的感染数字呢 已经高达了197,794人 而到今天为止呢 总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 7,944人 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 疫情来袭 Pornhub的网站流量暴增 Pornhub的高层透露 随着欧洲各国边界关闭 许多人被迫在家工作 下午前段的时刻 网站在整个欧洲的浏览量 比平日高出了许多 日本一名故意散播 新冠肺炎的病患丧命 日本爱知线一名50多岁的男子 故意出门散播病毒 曾经导致餐厅一名30多岁的女员工确诊 但她今天宣告不治身亡 Facebook的全体员工获得1000美元 Facebook将发给全体员工 每人1000美元 大约4350令吉 协助员工在疫情期间渡过难关 台湾明天开始大封锁 目前台湾新冠肺炎已有77例确诊 中央宣布 从明天开始 非台湾人一律禁止入境 台湾人入境以后 也要居家检疫14天 越南新增一位确诊 她也曾经来过大城堡 越南卫生部表示 该国新增一名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与大城堡万人大集会有关 这也使得越南总确诊病例来到了67例 好 我们把时间交为给宾宴主播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新闻最重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宾宴 祝你们一切平安 我们明天见